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国的中国 圆珠笔的笔尖材料还要高度依赖进口 我们能造出高铁和大飞机 怎么就造不出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尖呢 经总理这么疑问 笔尖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的钢铁工业也很快给出了回应 2017年直径2.3毫米的不锈钢钢丝在钛钢不锈出炉 中国迈上了笔尖钢制造的一个门槛 紧随碳钢之后 福建省的青拓集团也很快量产了2.3毫米的笔尖钢 今年 青拓集团更进一步 代表最高制造水平的1.6毫米规格的笔尖钢 已经进入最后的测试阶段 这将填补国内高端笔尖钢的空白 笔尖钢终于可以骄傲地写上中国制造的标准 圆珠笔 几乎每一个人都使用过 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东西 却有着一段让人意外的故事 生产圆珠笔的核心材料 笔尖钢80%以上靠进口 它的要求很高 所以我们自己国产的笔尖钢 在18年以前最多占市场的20% 那我们以前的做一些不锡钢的研发的话 可能是在某一个环节会有一些蓝点 但是做笔尖钢的话 相当于是从头到尾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些蓝点 需要去攻克 所以说我们可以称它为皇冠上面的明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圆珠笔生产国 有着3000多家质笔企业 20余万从业人口 然而在光鲜数字的背后 却是核心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 不具备生产高质量笔尖模具钢的能力 被李克强总理形象地称为笔尖难题 圆珠笔头一切切不锈钢的新材料 90%以上依赖进口 为中国制造典型卡脖子项目 因此李克强总理 存其出了圆珠笔头之问 引起全国制造业震动 小小的笔尖考验着中国制造 不经意间亮出的是中国制造 与世界一流选手的不小差距 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 在董事长江海洪的带领下 清拓集团研究院 清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山控股营销团队 联合组成了研发 技术 生产和营销团队 从市场分析 用户技术交流 和国内外相关产品 技术调研开始 进行圆珠笔头用环保 易切削超纯不锈钢产品 开发和制造技术项目攻关 在开始做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经验借鉴 只能是借鉴和查阅相关数据 以及反复的深入探索 正常情况下 像国外的材料的话 它的清阅性能的话 可以做到连续的钻靴的话 20天 它的机床的钻头都不会断裂 经过一年多的艰难摸索 和反复不断的实验 清拓的研发团队 和清拓的生产团队密切配合 最终成功地研制出笔尖钢 并且毒辟吸净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 全新的机体合金设计 其实做一切削不锈钢的话 相当于就是说 在我们的传统的不锈钢材料里面 添加一些一切削的元素 那一切削的元素的话 有分很多种 有含铅的 然后含B 含D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低容量的元素 不管是国内和国外 大部分的笔尖钢材料的话 还是用传统的加铅元素的话 来做笔尖钢 对人体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有害性 所以说我们研发的基础的话 还是做环保性的 2020年下半年 在中国轻工业制笔材料重点实验室内 轻拓笔尖钢进入二期性能测试 用锡来替代铅和壁之后 轻拓笔尖钢不仅环保 其切削性能更是达到了进口材料的水平 经过这一年多的市场开发 我们当前已经获得了 国内市场20%左右的市场占用率 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我们依然紧力前行 我们将计划在2024年 笔尖钢国内市场占用率 要达到90%以上 直至完全替代进口材料 钢铁企业的话 未来应该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 而提前的布局 青山集团在未来的发展上 它是具有很强的一种前瞻意识的 这次的笔尖钢 不仅仅以世界笔尖 我们还做到了攀登更高的高峰 使它无牵无比 更加的环保友好 而且我们是一次性一路成功 做了2.3的 后来我们又开发了1.6的 就是全覆盖所有的笔尖钢 都可以中国造 青拓的钢铁人 用自己的青山速度和创新精神 成功试制并逐步批量生产出 一流的笔尖钢 以此来满足国内制笔企业 对于环保型笔尖钢的市场需求 完成了一次参与高新技术的创新与实践 小小的笔尖 开创了青拓人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之路 爱听感应 突破科技掐脖子 地力奋进 打造科控产业链 福建制造 闪亮 中国之光 这个圆珠笔尖之问 映照出了一个现实 就是制造大国 和制造强国之间 还有一道鸿沟 小小的笔尖 因此也成为反思我们自己的产业短板 企业专注度和工匠精神的一个聚焦点 显然 中国圆珠笔尖钢的问世 绝不是争一口气这么简单 其背后 是我们对于全球化背景下 产业分工 市场布局和企业战略的研判 是经过转型升级过程 中国国家意志的体现 可以说 小小的笔尖 哥们提出了很多不小的问题 中国制造要从大到强 做精做忧 必须从跟随和模仿的模式 走向自主创新 福建清拓集团 从2008年入驻宁德市以来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传统的不锈钢的冶炼 需要很多的镍金属 而中国是一个贫镍的国家 大量从国外进口镍金属 会使得不锈钢的成本居高不下 那么我们能不能研制出一种 低镍 结镍的材料 同时又能够使其耐腐蚀度 保持不变呢 福安湾雾半岛上的福建清拓集团 仅邻着闽东沿海 这里有着我国面积最大的 海上养殖场所 一排排整齐壮观的鱼排美景 是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不同 如今的海洋水产品养殖福台 处处闪耀的是不锈钢的荧光 这种海上福台采用的就是 清拓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 寒淡傲视体不锈钢 简称QN系列 什么这个稳定性啊 还有那个目前那个使用的 那个强度啊 糊粒啊 抗腐蚀性这基本属于状况 还属于正常的 我们主打就是说是高负帅 高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强度高 负呢就是我们简想的就是说 这个耐腐蚀性要高 它如果给传统的304来比的话 它的耐腐蚀性就是耐酸的性 是它的五倍 这款甲香贵口中的高富帅 是清拓集团引以为傲的自主产品 正是有了QN系列 不锈钢才从钢铁中的贵族 迅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然而当初在研发这款产品时 清拓的团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记得就当初最早夜链的时候 其中有一鹿钢全部报废 这个损失惨重 在奥斯底不锈钢中 2000多个PPM弹的含量 在国内也好世界上也好 这块领域的话是还没有人去研究 我们试了很多次 真的说有很多很多次 当时真有点 从包括我在那也有点灰心了 整炉报废 无数次的失败 项目的负责人周晓明 却越挫越勇 这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机遇 因为这可以认为是一个新的领域 新兴领域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连驻技术是研发高强度 寒弹奥斯底不锈钢QN1803的难题 周晓明却认为 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 正是发挥自己才能的好机会 他带领研发团队 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不可能 在生产过程中 之前生产的话 一直都有一个叫前面性凹陷这个缺陷 后来我们选用了 就是跟以往的方式 以往的常规模式不一样的保护杂 在连续不断地奋战36小时之后 QN1803助P表面全磨率 由百分之百降至百分之十以下 研发最终取得了成功 因为也都知道就是说包括200系啊 300系了双向钢了 还等等一些钢种 基本上都是这个外国人研发的 就是我们要研发出一款 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不锈钢 我们也想作为一个不锈钢中的化为 QN系列产品的问世 为清拓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 不是存量式的增长 而是增量式的发展 并且实现了颠覆性创新 让具有贵金属性质的产品 开始走入寻常百姓生活中 一般的像普通的304的不锈钢的价格 大概在一万四左右 那么我们的QN系的话 在Live时性能跟强度 比它还优量的情况下 我们价格的话 大概可能会只要一万一千多 那这里面就会节省一下 两三千的这种成本 那么它从企业竞争的角度 它是一个低成本 而这个档次又是中高端的一个产品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 未来就是对于我们不锈钢产品的话呢 会有一定的这个引领作用 爱听感应 突破科技掐脖子 底力奋进 打造科控产业链 福建制造 闪亮 中国之光 清拓集团从扎根福建宁德以来 就把创新当成企业的力量之源 在全球独创了双连法不锈钢冶炼新工艺技术 使不锈钢冶炼成本降低了20% 为全球不锈钢冶炼成本树立了新标杆 2018年 清拓集团在全球首发QN1803 不仅耐辅实性好于常规的304不锈钢 在性能提升的前提下 涅含量下降了60% 成本降低了20% 制定了中钢鞋的团体标准 创新就是我们清拓的力量资源 我们不断地在发扬我们的工匠精神 发扬我们的这个 咬定青山不放松 在全球成功首发QN系列 高弹高强度傲实体不锈钢产品后 清拓集团又将上马首撕钢冷闸窄带项目 这是又一个令人期待的新产品 它的厚度是非常薄的 那最薄的时候可以做到0.02-0.03 相当于比我们普通的S纸 那还要小大概三分之一 首撕钢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不锈钢品种 用手就可以轻轻地把它撕开 所以叫首撕钢 首撕钢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电子 新能源 军工 核电等领域 以近年来比较火的折叠屏手机为例 它使用的柔性屏钢就是首撕钢的一个新品种 这种柔性屏钢可以承受20万次的折叠 不变形 不断裂 如果消费者一天折叠手机屏幕50次 它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10年左右 采用我们自己的原料就是我们顶新实业的这个 三零四低口原料 在我们这个清拓科技二级冷炸 现在已经成功炸制出来0.05的 接近于首撕钢的这种互助 优越的市场竞争力和跨越式发展动力 核心来自于世界先进的不锈钢冶炼工艺技术 自疫情爆发以来 清拓集团实现了逆势增长 逆势增长离不开科技的助力 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 工业机器人在重工业领域中的运用更为广泛和普及 自动化智能生产已经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后期上的就是人工机器人 上这个呢 一个是就是说减轻了员工的劳动程度 第二个是也大大降低了人工运营成本 车间中这些自动化设备甚至是不起眼的 却是真正的小身体大能量 他们分布在最是高温制烤的地方 高效精准 日夜不休 替代了原先坚守在这些岗位的工人们 用智能力量为每一块钢坯的生产保驾护航 未来以智能制造来引领我们传统产业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其实是体现在我们未来的钢铁行业呢 就是更极致的效率 更高的产出 更这个优的质量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那么从而呢 使我们这个传统产业的这个更有竞争力 青山实业仅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 就从浙江一个小企业 发展成如今世界上最大最强的不锈钢企业 旗下的福建青拓集团长期专注于不锈钢的冶炼制造 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基地 2020年 青拓集团位列福建省民营企业100强第二名 民营制造业企业50强第一名 青拓集团呢 以这种国家和乃至世界的这种 这个未来发展的这种理念的引领啊 然后呢符合我们行业的发展的政策的导向 而去把这个企业呢做得更好 而且呢能够走得更远 走得更高 我觉得这是我们青山集团 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我们从董事长开始 到每一个员工 他都是积极主动 不断地创新 永远有更高的指标 我们永远对标世界钢铁行业最高的指标 并且走上钢铁的青山之地 青拓集团在实践一带一路战略和资源保障战略等方面 与国家保持一致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在总公司青山实业的带领下 青拓集团将努力打造超2000亿的产业集群 把明德市福安弯物半岛建成全球重要的冶金新材料开发和身家攻击地 及贸易中心 使之成为最具竞争力 最具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的不锈钢城 青拓集团扬帆出海 走向深蓝 把好钢用在刀热上 以科技创新为发力点 提高供给侧的质量 这是青拓集团乃至整个钢铁产业实现超预期增长的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重点统计钢铁企业 收入达到了47,033亿元 同比增长10.86%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我国钢铁产业逆势而上 在技术公关和制定标准的新赛道上 有攀高峰 在科技创新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 先行先市 显示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